接下来介绍了另外一个第二道防线的机制 叫做抗维生物蛋白 而这个抗维生物蛋白不是只有一种 有很多种 我们今天介绍第一种 叫做补体 补体要加S的 补体门 补体是由肝脏所制造的蛋白质 在血液中 所以我们以前说血浆蛋白 大部分是肝脏制造的 而补体就是血浆蛋白 所以它是肝脏制造的 它目前已经发现超过20种以上的补体蛋白 所以补体蛋白要叫做补体门 很多种 它会被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活化它 或者是抗原抗体复合体 比如说有细菌的残骸在这里 它被我们的抗体攻击之后 这个东西叫做抗原抗体复合体 而它就会 这个抗原抗体复合体会引发补体的活化 这一点太重要了 让我打个大大的勾勾 为什么呢 我们都会觉得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防线 你们都会觉得第一道先阻挡 然后第二道 第二道阻挡不成功 由第三道来防 不是的 你看这个 抗原抗体复合体 这属于第三道防线 第三道防线 回来活化第二道防线 所以二跟三道防线 二跟三道防线 互相是互相帮忙的 专一性跟非专一性防御 本来就是互相帮忙的 所以你看这个例子 第三道防线的抗原抗体复合体 回来活化第二道防线的补体系统 这样子 那到底补体是哪来干嘛的呢 我们下面写出来的滤字就是补体重要的功能 首先补体被活化之后 它会开始攻击细菌的细胞膜 让细胞膜打洞洞而开始破掉 这叫做细胞开始溶解 它指的是细菌 细菌开始溶解了 第二个补体呢也会吸引白雪球过来吞噬 这叫区化性 那它是区化因子产生区化作用 这两个很容易理解 补体蛋白让细菌破掉 补体蛋白吸引白雪球来吞噬 这很容易理解 但第三个呢 大家观看名字会一时不知道它是什么 它叫调理作用 它会让外来的抗原更容易被吞噬细胞吞噬 更容易被吞噬 那干嘛叫调理作用呢 你可以想象本来你现在煮了一锅饭 小朋友一吃 不好吃 妈妈我不要吃 所以白雪球吞它的效率很低 因为不好吃啊 哈不好吃啊 没关系 我开始加一些海苔啊 盐巴啊 薯条粉末啊 开始调味 调味完之后 这小朋友一吃 哦好好吃哦妈妈 我整个都要吃光 开始吃啊妈妈妈吃光光 就这样的道理 补体蛋白会让这个外来的抗原变得更好吃 所以吞噬细胞会吞得更快更强 那好像你把食物做调理 我们就叫它调理作用 所以调理作用是让抗原更容易被吞噬 第四个呢 比较不用重要了 就是有些补体哦 本身也会引发发炎反应 也就是某些补体本身也是发炎见质 引发红肿痛乐 这是我提出来的补体的功能 但是它的主要功能呢 请各位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是模板课本的插图 它直接把补体的功能整理出来 有三个最重要各位一定要知道的 补体一旦被活化 它会做产生以下的三个极致 一溶解作用 让细菌的细胞膜破掉 二趋化作用吸引吞噬细胞前来 三让这个外来的抗原 精油调理作用变得更好吃 所以你看你吸引来的 那个吞噬细胞 刚好又让细菌变得好吃 所以它来了 又觉得食物好吃就把它吞掉 那没有吞掉怎么办呢 就破裂 所以看到这里你会发现 补体主要针对谁 主要对抗的是细菌 让细菌破掉 让吞噬细胞前来吞细菌 或者是让细菌变得更好吃 补体蛋白质主要针对细菌的感染 好以上是第一类抗维生物蛋白 因为细菌是维生物啊 它当然属于抗细菌 或叫抗维生物的蛋白 叫做补体 最后补充一下 为什么补体可以溶解啊 这个下面的图是 是我另外找的图 是大学的课本 就是算是我补充 是这样的 一旦你的补体上来之后 它会这边 这是补体一 补体二 补体三 这些蛋白质会一路插上来 维生物圆圈圈 就穿出一个洞来了 这个洞呢 会让里面的细胞质流出来 我们就称之为 这个细胞破皮了 然后开始流汤 然后就破裂 细菌就破掉 就要溶解 那它的机制如下 如果这个细菌的细胞膜表面 被抗体变嫩 又是第三道防线 抗体变嫩之后呢 我们的补体就会开始上来 只有抗体耶 就连上第一个补体蛋白 这个补体蛋白 就有点像是被 做上标记一样 那我做个比喻 当我现在这只细菌 它被抗体攻击 一号补体蛋白就会接上 一接上就好像做上标记 就像做上标记一样 二号补体就会连上来 三号补体看到一号二号在上面 它就连上来 就一路连上来干嘛呢 会围一个圈圈 然后打出一个洞来 所以你就知道这只细菌 如果细菌有大脑 它会觉得很恐慌 我被标记了 然后就看到一些小分子蛋白过来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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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出一个洞 这边呢一个标记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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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出一个洞 我身上被一百个小分子标记 我就被打出一百个洞 我就流汤了 啊就破掉了 所以它就被打洞 所以细菌当然会怕补体咯 它会恐慌的 因为它会被穿洞了 好以上是第一类 抗微生物蛋白补体 主要对抗的是细菌